阿狗狗卡 飛來狗卡的縮水 新展卡的縮水 什麼卡什麼卡什麼銀行都縮水 很難用 7800點的LinePoints點數耶 真的是蠻多的 嗨我是寶可貓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很多人呢 對於這張2025年的神卡 永豐大衛卡呢 還是一知半解喔 不知道說 到底在哪裡刷這張卡片有高回饋 沒關係 我們今天這集節目呢 就好好的跟你說清楚 講明白 首先呢 來聊一下這張卡片的回饋喔 這網路上有三個數字 就是4.5% 6%跟6.5% 那到底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拿到 最高的6.5%回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第一個重點 首先呢 請你現在立刻馬上就上車 因為你要在12月31號以前上車 你才能夠取得這個2024年的新戶資格 那麼你在2025年才有機會 拿到最高6.5%回饋 這個怎麼來呢 我跟大家再簡單的說明一下 2024年上車的話呢 你是新戶3% 這3%怎麼來的 第一個1%呢 是一般消費都有一%回饋 那第二個1%呢 是屬於新戶專屬的 綁定LinePay支付 再多一%回饋 這樣是不是2%了 那第三個呢 是永豐大戶 數位帳戶 綁定扣角卡費 再多一%回饋 所以總共呢 有3%的這個點數回饋無上限 那麼在2025年的話呢 這個原本的一般消費一%回饋 就調降為0.5% 綁定LinePay新戶加碼的1% 然後還有綁定自動扣角卡費的1% 這2% 是讓你可以拿12個月完整的 所以你現在11月底 12月底上車 到明年的11月底 12月底 都還是有這個回饋 但是呢 基本回饋0.5%嘛 所以再加上2% 是不是就是2.5%回饋了 2025年的上半年呢 它再加碼4%回饋 不限新救護 綁定LinePay支付 那麼剛剛講的2.5% 再加4% 是不是就是6.5%回饋了 所以呢這個是現在上車 你可以拿到最高6.5%的算法 那如果你是2025年 1月1號以後再上車的人 你就只能夠拿到6%了 這也是我們之前影片 裡面跟大家講的 這個6%就來自於就是 剛剛講的0.5%無上限 再加上4%的加碼 是不是就4.5%了 然後再加上新戶的1.5%加碼 每個月上限可以拿800 所以加起來呢 就是6%剛剛好 這張卡片最厲害的呢 就是救護也有4.5%回饋 像我本身就是救護 所以我明年1月1號開始 綁定LinePay支付 我可以拿到每個月 最高就是4.5% 然後回退一下呢 你基本上每個月呢 你只要刷2萬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900的 這個LinePoint點數 那麼連續6個月可以拿多少 拿5400點 真的很多 那如果你是新戶的話呢 現在上車更厲害 因為6.5%乘以2萬 這樣算起來呢 是多少 再乘以6個月 就是7800點 7800點的LinePoint點數 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這張卡片呢 的確是2025年的神卡 它並沒有限制 你是新戶還是舊戶 你都可以拿到至少4.5%的回饋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個人就覺得非常的棒 所以不論是新戶還是舊戶 我都建議你現在立馬上車 那大衛卡呢 6.5%這麼香 可以在超商支付嗎 很多人都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之前的節目 已經有跟大家解析過了 那沒有關係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次 但是永豐大衛卡在超商不能夠支付 所以你是吃不到6.5%回饋的 為什麼呢 因為超商呢 它跟LinePay是有簽訂合約的 你要在超商使用LinePay 只有它核定的這些銀行才有 比如說小七的話呢 就是中信啊 國泰世華 然後台北富邦啊 聯邦等等之類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這個表格 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在全家的話呢 一樣 也是中信啊 然後台信啊 聯邦啊 台北富邦這些銀行才有 所以永豐並沒有簽訂這個合約 所以你是不能夠使用的 那如果你是超商一組 只願意在超商買東西 而且對你來講 你一個月要花幾千塊錢的 我非常建議你 不要使用大衛卡 因為大衛卡沒有回饋啊 那你用什麼卡片呢 當然是這張永豐大戶 現金回饋於西卡 這張卡片呢 你只要跟永豐往來 達10萬元 在大戶數位账戶放10萬元 日均與有達10萬 你就可以成為大戶等級 成為大戶等級之後呢 你的指定通路可以有5%回饋 這八大指定通路裡面呢 就包含自動價值 所以你可以拿這張卡片 使用它的悠遊卡功能 在結帳的時候說 悠遊卡扣款 它就可以讓你賺到5%的回饋 這5%回饋每個月上限 可以讓你拿300 所以回推呢 你一個月可以刷6000塊錢 這個呢 已經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了 它的門檻我已經覺得 已經非常低了 所以你這張卡片可以相互搭配 相互使用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神卡組合 而2025年呢 這個永豐的自動價值 也是他們的重點項目 所以請大家就是好好期待 我們下個月會上線的這個 永豐2025年的 全產品權益的解析 好 那我們就已經先劇透了 所以大家就是好好期待 這個大戶卡的權益 那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大胃卡到底要怎麼用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能夠綁定 LiPay支付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這張卡片 因為現在LiPay呢 在台灣已經有超過55萬個 這個行銷的據點 所以你可以在線上跟線下來做支付 對我來講我覺得最簡單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在停車場結帳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用LiPay支付 那甚至百物公司 然後呢小吃攤 夜市 最近我常去吃那個零下夜市 真的到處都可以用LiPay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甚至像線上的部分 比如說PC Home Momo 大家最常使用的這個網購平台 都可以使用LiPay 所以你只要在這些通路做支付 通通都吃得到這張卡片 4.5%到6.5%的回饋 怎麼不厲害呢 真的是非常萬能的一張卡片 那也有很多粉絲他們私下跟我講說 我平常都是直接刷信用卡 那這張卡片刷取有多少回饋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現在上策 你可以拿到的是 帳戶加碼的1%無上限 再加上0.5% 就明年的部分 這樣是不是1.5%回饋 所以明年直接刷這張卡片 是1.5%回饋 那你明年如果綁定LiPay 想要無上限 這張卡片給你的是 1%加1%加0.5% 就是2.5%回饋無上限 明顯是現在上車 比明年1月1號還要好 所以這點呢 大家還是要趕快動作了 好 真的是不能再等了 也有粉絲呢 在我的帖文下面 有去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這張卡片的海外 在2025年 不過才2.5%回饋 有什麼厲害的 但你要想一想 這個扣掉1.5%交易手續費 你還是倒賺1%回饋 其實我就已經不吃虧了 但如果你想要拿到更高的回饋 其實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卡片 是大於3%以上的 像永豐自己本身呢 他自己就有什麼 必備卡 永傳世界卡 然後甚至像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都是有3%回饋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就可以考慮 使用高回饋的卡片 那這張卡片就是搭配使用嘛 如果你這個 3%上限你用滿了 那你就再換一張嘛 比如說 台新的Flygo卡 它也是有3%的 這個台新Port點數回饋無上限 3%也是很好用啊 所以你不見得 一定要死守在一張卡片好嗎 你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卡片 來搭配使用 不是很好嗎 那也有人反映啊 這一張大衛卡 它在歐盟實體通路 都沒有回饋 要怎麼辦才好 這跟上一題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樣的 你就去歐洲 不要用這張卡片就好啦 你要用什麼 你可以用永傳世界卡 必備卡 都有啊 像我今年6月我去歐洲 其實 我就沒用這張卡片 因為我知道它沒有回饋 那我用什麼卡片 我就用必備卡 那甚至星載的ECO永續卡我也有用 那時候 對就是還有5%回饋 都很好啊 對不對 我就不見得 一定會拿這張卡片出來用 所以大家呢 就是在出國前呢 就是搞清楚什麼卡片有回饋 這張卡片既然在歐洲沒回饋 那你就不要用就好了嘛 那也有粉絲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辦了附屬卡 給家人使用 那這個回饋要怎麼算 那我特別去看一下它的條文 剛剛有講到 它的這個3%首年回饋的部分 它有分1%是一般消費的 那這個一般消費呢 它就會根據 綁定帳戶的那個人 比如說證卡給1% 副卡給1% 但是 銀行加碼的部分 比如說新戶綁定LinePay 首年加碼的1%無上限 它是在次月月底的時候 會統一回饋到證卡人的帳戶裡面 那包括就是這個 綁定永峰的帳戶自動扣交卡費 這件事情呢 它給的也是次月底的時候 直接整批回饋到證卡人身上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是副卡人刷的話 就是只有拿到1%而已 但是證卡人的話 除了自己的3% 還可以拿到副卡人刷卡的2% 而且這個也是有點微妙的 但是呢 你只要搞清楚它的遊戲規則 那你就不會去算錯 所以這個呢 也是大家可以去參考的 現在重點來了 開戶要送5600元的大禮包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拿 為什麼我都會要求大家一定要開戶 你有發現嗎 這張卡片 它要求你要綁定帳戶扣交卡費 才能夠拿到首年的3% 所以如果你沒有先開戶 你就直接辦卡 其實你到最後你都只有拿到 基本的1%回規 什麼其他2%都沒有 所以我才會要求你 一定要先開戶 再來辦卡 這樣子你的流程才不會錯 那很多人呢 他就是開戶的時候先高彩列 然後就順便卡片一起辦 那我跟你講 你就拿不到我這邊的加碼了 因為沒有辦法 銀行呢 推薦一個永豐新戶 給我的是500刷卡金 那你跟我的團 來開戶加辦卡 我給你的是500積分 這500積分呢 你可以1比1來兌換小七 或是全家的商品券 你是不是就把500塊拿走了 在我什麼都沒有賺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還忍心讓我虧本呢 所以說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規則來 銀行開戶是銀行的這個 數位金融部門 但是信用卡的部分 是信用卡的部門 那你如果就直接在數位金融的部門 開戶的流程就直接辦掉了 那你就拿不到這邊的回饋 你讓我賺不到 我就沒有辦法給你了 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流程中 先開戶 核准了 再辦卡 你這樣子才不會搞混 因為很多人到最後都搞混了 那不好意思 我也沒有辦法給你好扛 因為我都沒拿到 我怎麼給你呢 完成了開戶加辦卡之後 再請你來依序 回報數位帳戶 然後再回報這個信用卡的部分 那目前呢 我們本團 因為數位帳戶的開戶實在太踴躍了 上千人進見啦 所以銀行審查的部分 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個後台 他們就跟我講說 大概需要7個工作天才可以審核通過 那每次這個一整批資料 給他都兩三百人 所以他們真的是一筆一筆核對 真的核對的快要死掉了 這對我的金蛋很不好意思 所以請大家耐心稍後 現在就開始開戶 那麼你到年底之前 一定可以完成 好不好 就不用擔心 慢慢做 提早做 一定都可以拿到這個新戶好看 那最後呢 我們有加碼這個證券的部分 因為證券的MGM的話 就是一戶給100嘛 那這100呢 我也是100%給大家了 所以你上車 官方給我100 然後呢 你來回報 我再給你100幾分 所以你也拿走了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我幾乎都是做賠本生意了 所以重點來了 我們這檔活動呢 直到12月31號 明年開始一定縮水 銀行沒有給我加碼的情況之下 我不可能再加碼了 所以你要拿5600 請你在12月31號之前 完成所有的任務 你就可以拿到最多的好看 那包括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價值5000元的好理 叫做加入大戶Telegram 什麼是加入大戶Telegram呢 其實Telegram的話 它就有點像一個Line社群 那我們在裡面 大概有3000位左右的粉絲 就是大家都是很精通永鋒信用卡 而且都知道問題的答案在哪裡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有一個社群 然後來讓你詢問問題 大家一起就是 豪雄漏氣 求進步 在裡面你可以好好的抵立 然後知道說 永鋒大家都買什麼 投資什麼 賺錢嗎 然後還有就是信用卡怎麼使用 有沒有什麼撇步 你都可以在裡面呢 找到一群同好 所以這個就是5000塊價值的部分 如果你本身已經開完大戶數位賬戶 我不好意思請你準備5000積分 來跟我兌換加入 不然的話呢 我是不會讓你加入的 因為我們的審核名單呢 都是通過銀行確認的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跟團 一般兩鄧元 真是騙不了人的 永鋒銀行呢 在2020年下面 你真的非常有誠意 然後他提出了這麼好的優惠 我也真的覺得啦 你要賺錢沒關係 好康都給大家 請大家趕快上車 然後把這些好康都帶回去 2025年呢 大家還可以再多省下6、7千塊錢 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呢 這個不賺錢算了 但是呢 歡迎大家就是趕快上車 然後把這些好康 新戶資格全部都拿好拿滿 那麼2025年的上面 保證你就是一張卡片主力刷 真的 你就是可以開心的 就是使用信用卡 就不用覺得很擔心說 啊 GoGo卡 FlyGo卡的縮水 新展卡的縮水 什麼卡什麼卡 什麼銀行都縮水 很難用 沒有關係 你現在至少有這張大尾卡 那甚至 下個月呢 永鋒卡的其他卡片 也會陸續開獎了 我們也會做一集節目 來跟大家完整的解析 到底要怎麼去使用 那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永鋒卡組 就可以一卡提多卡 就是這個 一家銀行的卡片打天下 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主題呢 而且你身邊有非常多的朋友 想要申請大尾卡的 請你一定要把這支影片傳給他 2025年上半年 要怎麼用這張卡片呢 看這支影片攻略就對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 就是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